打印头一个 内流方扳手M1.5一根 加热棒线及感温线 取图打印头 使用M1.5内流方扳手 松动打印头下方的加热块顶丝 打印头如图锁式摆放 挤图头位置朝上 顶丝位置朝下 将加热棒线和感温线 从左至右插入加热铝块的孔径中 大孔插入红色加热棒线 小孔插入白色感温线 感温不要从孔径中探出 最好控制在加热铝块中间部位 取出M1.5内流方扳手 将顶丝拧紧固定即可 效应器外围键一个 内围键一个 打印头加剧一个 线位开关一个 3P牛鸟头一个 小弹簧一个 M2.5乘16螺丝两个 M4乘30螺丝一个 M4普通螺母一个 M3乘20螺丝一个 M3乘12螺丝三个 M3螺母两个 内流方扳手 M2.5一个 内流方扳手 M2.0一个 拿出外围键和线位开关 将线位开关的线插入 外围键有三个小孔的 那一面的大孔中 然后用两个 M2.5乘16的螺丝 分别插入两个小孔 用M2.0的内流方扳手 将线位开关与外围键相连 如图锁式 将刚组装好的打印头 放入外围键中 注意线的位置 然后将内围键滑入外围键中 之后将打印头放入内围键中 用打印头加剧的卡边 卡住打印头上方的金属槽 然后用两颗M3乘12的螺丝 插入内围键的两颗孔中 两个M3的螺母放入 用M2.5的内流方扳手 两边均匀的拧上 之后调整一下打印头的位置 之后拧好 注意两边拧的时候 拧到打印头不会晃动即可 拧好后内围键与打印头加剧 有一定的缝隙 取出一个M4螺母 然后将螺母放入外围键的内流方槽中 外围键的孔径一头是原槽 一头是内流方槽 请注意区分 取出一颗M4乘30的螺丝 从外围键的原槽中插入 然后开始拧 拧上即可不要拧紧 大概拧四圈 将小弹簧套入M3乘12的螺丝中 然后将其放入内围键的大孔中 使用M2.5内流方扳手拧上螺丝 但不要拧紧 按下几头头看弹性如何 拿出M3乘20的螺丝 将螺丝插入最边缘的小孔中 拧上螺丝 拧到螺丝顶到线位开关 为闭合的状态 按下打印头后 线位开关才会松开 会听到咯蹦的声音 自动调平时 线位开关一直处于压的状态 只有打印头触碰平台后 会有向上的力 使线位开关松动 并伴有咔嚓的声音 消音器上的螺丝与线位开关 如果距离过近 会导致探点形成过大 影响弹扯精度 如果距离过远 会造成回弹不力 无法探得到所有的点 扭动内文件大孔中的螺丝 可以调整弹簧的弹力 扭动边缘小孔中的螺丝 可以调整消音器上的螺丝 与线位开关的距离 互相调节两个螺丝 使能以最小的力量 听到咔嚓的声音状态 同时注意穿过内文件的线 应平等穿过 以免影响合液结构 开合的顺畅度 取出三平凝角筹 由两条凸起的卡槽为正面 将消音器上的线位开关线 插入下方的两个孔中 插入后会听到哥布奥的声音 正确插入后 线将无法拔出 效果如图所示 与控制板连接时 两条线因分别对应 控制板上S与G编号 带牛角接头的风扇一个 无牛角接头的风扇一个 风道件一个 M3×12螺丝8个 拿出风道件 将其与外围件下端的朝对应 用两颗M3×12的螺丝进行固定 注意装在冷却风道上 同时注意打印头 加热块的位置 黄色取出头 应靠近风道件 如图所示 取出在牛角接头的风扇 使用M2.5内右方扳手 用三颗M3×12的螺丝 分别固定在下方 没有风道件的 外围件的三个孔中 注意风扇上有凹孔的是朝外 拧上即可 取出无牛角接头的风扇 使用M2.5内右方扳手 用三颗M3×12的螺丝 分别固定在下方 有风道件的 外围件的三个孔中 注意风扇上有凹孔的是朝外 拧上即可 风扇接近内围件的两颗螺丝 拧上即可 过紧会把外壁拧吞 影响内围件和开合 携带连接件三个 并联币六根 M3×20螺丝12个 M3螺母12个 首先取出一颗M3×20的螺丝 套入M3螺母 测试拧入是否顺滑 如果不够顺滑 更换螺丝或螺母 之后取出M3螺母 放入相应器底部的螺母槽中 在并联币内 放入M3×20的螺丝 使用M2×5内六方扳手拧紧即可 螺丝如果拧入螺母不够顺畅的话 请勿再继续拧 可以重新调整螺母位置 或更换螺母螺丝 重新拧入 注意拧螺丝的时候 不要用太大的力气 如果拧得过紧 会把外壁拧穿 拧好后并联币与螺丝 是加紧的状态 没有缝隙 同样的方法 将其余端也固定好 最终效果如图所示 拿图皮带连接件 如图摆放 切记不要放缓 取出一颗M3×20的螺丝 套入M3螺母 测试拧入四口顺滑 如果不够顺滑 更换螺丝或螺母 之后取出M3螺母 放入皮带连接件的螺母槽中 在并联币内放入M3×20的螺丝 使用M2.5的内六方扳手拧紧即可 螺丝如果穿入螺母不够顺滑的话 请勿再继续拧 可以重新调整螺母的位置 或更换螺母螺丝 重新拧入 拧好后并联币 螺丝是加紧的状态 没有缝隙 同样的方法 将其余皮带连接件也固定好 注意朝向 三个皮带连接件朝向需一致 最终效果如图所示